目前来讲,拉掘清理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而且在3月11日下午,随着第二个黑匣子被找到 目前救援工作也开始搜救,转为调查 接下来要对于遇难者的遗体进行DNA比对 这个时间有望在两周内完成 据我所知,今天一批的中国遇难者家属们已经来到了燕斯亚伯拉 他们下午即将来到现场调演他们逝去的亲人